回到節目時間 房間只有一個人住 室內設計的彈性就比較大 好像和大家參觀的單位 只有屋住一個人住 原則的三房改為一房 令客廳和浴室空間都大了 亦都配合室外的景色換過窗 一個位於北角金都陽樓的單位 建築面積714呎 原積有三間房 不過從事建築工程的屋主 只有一個人住 不需要那麼多房 所以決定全部拆走 改為只有一個房 間隔改動過後 全屋景觀最美的就是睡房 可以看到圍廣景 所以特別把床放在中間 我會設計在床的置中位 可以有一幅大的玻璃 可以看到海景 而且因為它放在中間的關係 就要設計了一個床頭板 這幅床頭板的特別之處 就是我們建了一幅半腰膏的牆 在牆上面就包上木 令這個位置可以有一個靠山位 有一個很實在的床頭坑 放在床頭坑之後 後面這個空間 其實就是一個入場的衣櫃 就是一個衣帽間 屋主中程簡約的設計風格 房內有不少的傢俬 都是以白色為主 而且屋主對整潔度的要求極高 除了要見不到雜物 連少少外眼的東西都要看不到 所以設計師在窗邊加設木殼 一來可以遮住窗簾的路軌 看起來更加綺麗 二來亦可加設燈槽 製造滲光的柔和效果 改動過間隔之後 浴室闊落了不少 這裏幾乎是全白色 選用的浴室配件 款式都是以簡約為主 而且大部份都是入場的 包括座次的水箱 洗手盆的水龍頭等等 連儲物櫃都盡量貼牆 屋主很注重整潔 所以設計師特意在牆身的這裡 做了一個凹位 平時打開的時候 就可以將平時的日用品 甚至乎是一些電掣 都收納在這個櫃裏 關起來的時候 就像一幅掛飾一樣 既美觀又實用 出發客廳 整體的感覺就比較沉實 屋主希望可以有些復古的味道 要做到有復古的味道 設計師刻意選一些貼近原木色 而且要選木顏和紋理比較多的木地板 拆走了其中一間房間之後 客廳的地方大了 可以放得下更多的家具 放那麼多合乎這個風格的家具 都是要大的空間才能做到這個效果 我們都是因為將房間拆掉 變成一個大空間 才可以有這個效果出來 原本這個位置是向西的 如果枝頭組的光線沒有那麼充足 打通了為一個比較大的客廳之後 我們將它原本舊的廚房窗 都納入為客廳窗的其中一份子 所以窗是多了的 為了配合室內的設計風格 連玻璃窗和窗框都換過了 改用了夾鐵絲網的舊式玻璃窗 鐵絲磨砂玻璃窗 它除了款式上是復古之外 其實它的功能就是 後面的大廈景觀就不是那麼美觀 所以設計都考慮到 遮住一些不漂亮的景觀 飯廳連接廚房 由於屋主不多在家裡煮飯 所以也改了做開放式設計 貫徹全屋的設計風格 廚房的設備和用具 都是以簡約為主 要做到有復古的效果 水泥牆又怎能少呢 連冷氣機都換過 配合設計風格 因為考慮到 以前那個年代 是不會有分體食隻冷氣機的 所以都會用了出口機的設計 第一可以增加空間感 第二可以符合我們復古的主題 為了兩位的主題 在1997年代 一位的主題 二位的主題 祝福 在1997年代 一位主題 一位主題 一位主題